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东欧变色 苏联解体之后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了 已经是臭大街了 不但没有办法继续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行了 虽然说在表面的说辞上 中共还是嘴硬说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实际上中共早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开始把爱国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 尽管习近平不停的声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并且说他自己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 但是习近平做的事情 绝大部分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比如说习近平说民营企业家 也就是标准的资本家 是共产党的自己人 这简直就是在羞辱马克思了 马克思建立共产党的目的 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 共产党就是资本家的掘墓人 现在习近平来一个修正主义 说是资本家是共产党的自己人 那么等于说把共产党这个资本家的掘墓人 变成了资本家的自己人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吗 因此自从苏联解体之后 中共事实上也就悄悄的抛弃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抛弃了共产主义教育 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 开始大搞爱国主义教育 共产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宣传 是要教育一个人大工无私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为了国家四个现代化 要奉献自己的一切 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那写作文一定要说 学习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为了国家而学习 不是为了自己而学习 如果说学习是为了自己而学习 是为了自己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 为了挣钱买车买房 成名成家 那就是资本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思想 那是要被批判的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 在苏联还没有解体的那段时间 中共还是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可是现在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爱国主义它就公然说 学习就是为了你自己学习 是为了你自己将来能够赚更多的钱 能够更好的生活 不再宣传让人们要无私奉献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 现在的中国小学生写作文 长大的理想都是要当大老板 要赚大钱 也就是说 现在中共对儿童的从小教育 就是教育他们将来要为自己去奋斗 为自己成名成家 为自己赚大钱 因此 是为了自己而奋斗 还是不为自己 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呢 这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区别 那么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你说你工作赚钱 都是为了你自己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但是你现在这样的美好生活 是国家给你的 因此 你要感谢国家 感恩党 对中国的强大 要感到自豪 这也就是说 人们感谢党 感谢国家 对中国的强大 感到自豪了 当然就不会反政府了 中共的政权就稳了 因此 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实它背后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为了维稳 没有任何所谓伟大的理想 以前中共搞共产主义教育 还有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在里面 它是一种主动的进取型的宣传教育 而现在中共搞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就没有任何理想色彩 就是一种被动防守型的宣传教育 单纯就是为了政权的维稳 那么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 中共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 特别是培养出一批小粉红 他们还真是爱党爱国相当的爱 其中还有不少是自干五 他们是极其主动要替中共洗白洗地 一时间好像爱中共的人还是有不少 这段时间 北京也拍了不少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判 最著名的有两部 一部是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另一个就是故事片《战狼2》 2017年7月上映的爱国主义故事片《战狼2》 是横扫中国的票房 一周内就创下了16亿人民币的票房记录 由于该片在中国的巨大反响 甚至一度还击败了好莱坞大片《敦克尔克》 不少人看完说这个影片非常的感动 他看完都流泪了 在2018年3月上演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 上演12天 中国的票房就超过了2.4人民币 它是中国的电影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纪录片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影片 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成功 就是让人们感到中国很强大 为中国的强大而感到自豪 在2021年10月上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的故事片 《长津湖》票房就超过了57亿元 正式超越了2017年上演的《战狼2》 成为中国历史上票房最高的冠军 据北京的宣传介绍 《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向观众讲述了一段波兰状况的历史 影片不仅有浓烈的爱国情怀 也有反战的和平主义在世界战争电影史上 刻下了属于中国的里程碑 《长津湖》可以说是中共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的一个顶峰 此后中共爱国主义教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今年的9月28号 中国著名的导演陈凯歌 导演的电影《志愿军》 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同步首映 这是中国继近年来上映《长津湖》之后 又一部围绕朝鲜战争展开的战争电影 爱国主义电影 与前面几部爱国主义电影的主旋律是一样的 这部电影自然也是得到了北京官方的大力宣传 有些电影院甚至还组织民众来观看 然而电影《志愿军》的票房非常的惨淡 上演6天之后票房大约3.8亿 远远落后于2021年电影《长津湖》 当时《长津湖》上映6天的票房就达到了30亿人民币 为什么仅仅相差两年同样题材的 抗美援朝题材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票房会变得这么惨淡呢 关键就是中国的民众已经厌烦了北京的爱国主义教育 以前北京的爱国主义教育能够比较成功 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中共虽然不想民主 但是可以给人民可以给老百姓提供比较富裕的生活 按照中国小粉红的典型说法叫做民主不能当饭吃 他们说中国不能搞民主 中国一旦搞了民主就没有饭吃了 只有中共这个一党独裁才能给人们提供温饱富足的生活 在2021年电影《长津湖》上映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虽然不太好 但是因为是处于一个疫情风控期间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还是满怀希望 人们认为一旦疫情结封了 中国的经济马上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很快会恢复到以前 甚至比以前还要更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还是很乐观 认为民主还是不能当饭吃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长津湖》还是很有市场 所以在当时就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之最 到了现在2023年9月份 疫情解封差不多一年了 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恢复反弹 反而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 中国民众的收入也是普遍下降 甚至连公务员都减薪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也就不再相信 所谓的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谎言了 过去其实有相当不少的中国人 对中共独裁还是抱有希望的 他们认为中共的独裁 可以给他们提供解决吃饭的问题 而西方的民主 不能给他们解决吃饭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每况愈下 所以认为民主不能当饭吃 独裁可以当饭吃的人 也开始翻然悔悟 发现中共的独裁也是不能当饭吃的 既然中共的独裁也不能当饭吃 那么中国民众对中共政权 这个爱国热情自然也就消失掉了 中共这个爱国主义宣传 也就不再有市场 这次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 志愿军票房惨淡 也就说明 中国民众对中共的独裁政权 感到失望甚至感到绝望 他们不再相信或者欣赏中共宣传的 这个爱国主义的东西 而中共的爱国主义宣传 是当前中共的指导思想 也是中共团结凝聚民众的唯一渠道 如果爱国主义宣传破散的话 中共就失去了团结凝聚民心的 这个唯一渠道 中共就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 来宣传他们的政权的正当性 民主不能当饭吃 独裁也不能当饭吃 这样一来 中共对他们政权的正当性的宣传 就会彻底破散了 就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